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虽然,人类对于火星这个星球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科技发展至今这么长时间以来 从来都是利用探测器或者是探测车去往火星上 帮助人类远程监测这颗红色的星球 其实,科学家们并非不想将宇航员送到火星上去 实在是由于两颗星球之间的距离太过于遥远 而宇航员们几乎都要在路程当中待上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在前段时间,中国的航天局负责人员赵监透露了 我国即将要在火星上发射探测器的计划 中国此次的探测器计划是准备要将火星上的土壤 或者其他资源带到地球上来的 明确一点来说就是要准备利用火星上的能源了 中国此举动一出之后 其余六个国家也纷纷准备在同一时间登陆到火星上 其实,这些国家也就是美国印度等国家 就生罢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方面超过了他们 就像我国的量子技术一样 美国日本国家就吃了时间的亏 那么距离2021年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些国家可能还会奋力地去研究探测器登陆火星上的研究 毕竟要将自己开口说出的话给实现了才行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